小学二年级 吴燕树就被邻居杨志明教练发掘 因此接触足球运动 到处比赛也认识了许多朋友 多次参加2010年创办的续春杯少年足球赛 目前就读花莲高中 为了成为职业足球队员 他抓住机会追梦 高二休学前往英国受训 足球它就是让我可以到各地 这样去走一走看一看 然后知道自己的球技不足 还要在努力的地方 然后也透过足球认识很多台湾的那些足球员 然后就是我很开心 2017年续春杯第七届办理 邀请他加入裁判组为大会服务 他感到很光荣也很有感触 就是唯一普遍的就是这里的人事物 大家都还是怀有着那种足球梦 足球的目标 然后继续推广这项运动 孩子想要踢球 除了帮他转学到风里国小加入足球队外 林光辉也利用周末假日到校指导 让自己再重温一次足球梦 我希望把这个很好的运动传给小孩子 因为他毕竟跟手的运动跟脚运动不太一样 但是我喜欢小孩子那种打球的那种样子 其实我很感动的是我们在过去 我们的校长蔡校长的这个 他有一个理念 希望能够在台中有这样的一个邀请赛 我真的很感动他们这些长辈们对足球的这样的热情 在这个热情当中我也在这边是一个受惠者 我也享受 感动的是他们这些长者不见得是打球的人 但是他们对足球的一股热忱 那这个热忱也带动着我这种心灵的感动 让我感觉到说 不是因为你是踢足球的人才去办这个活动 而是真的是有心的人 这是我最大的感动是因为这些校长的 还有这些愿意付出这次比赛的这些工作的人 这些有很多人都不是很足球当大 我们西中备越办越热闹 来参与的队伍也越来越永远 对运动医学艺术文学各方面都颇有研究的周禅宏博士 多年来陪伴在孩子身边 为他们排忧解难的风里国小教导主任陈东宏等等很多的人 都是追梦过程当中的推手 他们付出学试 时间 精力 金钱等等 协助追梦的人有舞台 有机会圆梦 我觉得黑田教练也一直在谈要思考的教育 思考的足球 在日本一直在推动这个能够思考的足球 就是足球它必须要动头脑去想 而且这想的层面不只是说它的战术方面 有足球运动的一些概念 那足球跟品德的关系 我想这个都是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当选手之夜快要ending的时候 我们全体工作有点上台 然后深深的一鞠躬 然后台下的人 尤其在昨天晚上那种灯光气氛之下 给我们很多的掌声 其实那会是感动 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是压力 下一年我们要怎么办 然后让整个品质越好 所以感动之后会有一个使命跟压力 就是说思索未来如何让这个比赛更有意义 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孩子 他们藉由足球 让他们的人生发光发热 不管是说他们又藉由这样的机会 到各地去比赛 甚至出国去比赛 或者是他们有的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们升学 或者是有的甚至到国外去踢球 我觉得那个都给他们带来 原来没有想到的人生过程 不管以后你是不是从事足球的运动 是不是踢职业足球 这个在人生的视野当中 完全是不一样 没有办法想象的 尤其像我们这个以农业为主的 这个社区环境 那很多孩子如果没有足球的话 可能他一辈子以后他就大概就会留在社区里面 然后打打零工 或者是重重劳业 可是我们这十几年来这样学校推展足球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很多元 而且藉由球场上这一种 足球的比赛跟竞技跟训练的过程 培养他们团队合作 吃苦耐劳 然后有很多品格的培养 这个都不是在教室里面 看得到的 在球场上里面 却可以培养他们这样的一个能力 2004年9月21号 蔡建民在丰里国小校长任内成立足球队 企图重振校园所在地旭春 往日足球运动的荣景 五六十年代 这个地区的足球运动是相当的兴盛 引领台东的足球运动的风骚 所以就以这样的 为了要纪念当时候的传承 当时候的开创的足球运动的精神 来传承后续的继续的努力 所以就办了这样的比赛 以这样的名称来办理 2010创办续春杯少年足球邀请赛 未有着足球梦足球魂的少年们服务 我觉得让孩子这些居居一堂 来踢足球是一个享受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都很喜欢办这种足球运动 让孩子有这个机会 来参与这个比赛 所以对足球的运动 我觉得是好像细胞里面 充满了足球的那种梦想 填到足球就会全身振奋起来 所以对足球运动 任何的活动我都愿意参举跟承担 所以足球运动是我的梦想 当时候我在办第七届之前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我办这个活动是为谁而站 为谁而办 那后来我昨天晚上的 寻手之夜我感悟到了 就为了无数的感动而办 那这个感动是什么呢 感动就是说这么多球队很用心的 从全国各地带来 把孩子照顾得这么好 那想必他们在原来的这个地方啊 一定是很用心的把孩子交好 训练这个付出很多的心力 把孩子这样的付出 那孩子也是很用心的来学习 这是一种很好的感动 然后来看到我们的团队这么用心的来办理这样的活动 大家都不为什么只为孩子 让孩子有这个多元的机会 所以这样的感动啊 还有看到昨天晚上的寻手之夜啊 孩子这样的用心的表演 那种营造之夜的气氛啊 其实人生 有时候享受这种气氛是不够二的 人生不够二的 所以说 这样的无数的感动啊 让我在当场啊 就说 那是不是明年可以继续办 希望是不是继续办 那大家都说 以掌声来 表示肯定明年继续办 那我这个 这样为谁而战的 这样的信念啊 就建立起来 我是为了无数的感动啊 可以继续再办下去 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当我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愿意再办下去 那也要感谢我的团队啊 他们这样 那么样的 跟我的配合 那么 愿意啊 花时间付出 来为我们的孩子来办这个活动 2017年第七届续春杯少年足球国际邀请赛 2月5号到7号 在台东市风里国校这片蓝空下的草原上举行 来自台北、新北、新竹、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市 以及台东县二十支队伍尽情奔跑 不纯然只有运动 还有着品德、荣誉、关怀等各方面的学习 了解续春足球故事的中华男子足球队总教练黑田和生 于2016年9月参访风里国小时 在校园一角手持一颗黑松 为台东足球运动颂下希望 在校园一角落下希望 在校园一角落下希望